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番这个外交辞令啊 当年是秦国 然后和晋国 合伙要攻打郑国 要攻打郑国 那么郑国就派了朱姿武去说服 说服秦木公 然后退兵的这么一个故事 选择左传喜功三十年 我们来看文章 第一段 晋侯秦伯为正 晋侯指的是晋文公 然后秦伯指的是秦木公 这两个人关系很好 因为晋文公呢 是在秦木公的帮助之下 当上了国君 关系很好 为正 就是呢 为攻郑国 以起无礼于晋 且二于楚也 这是讲原因 以什么原因来为攻 他来攻打 无礼于晋 就是对对晋国怎么样 然后对对晋国无礼 对晋国无礼 并且有了二心 二是有二心 有二心是什么呢 就是暗地里他依附了什么呀 楚国 因为正国呀 后来呢 比较弱小 那么他周围的国家哪个强大 他就依附于人家 依附于人家 那么这两个人就合伙来攻打他 有两个 用了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无礼于晋 第二个 二于楚 二于楚 所以有了这么一回事 晋军寒陵 然后秦军泛南 晋军驻扎在什么呢 这寒陵这个地方 寒陵呢 就是今天的河南的郑县 然后秦军泛南 这个泛南呢 就是今天的河南的中牧县 中牧县 这是当时 两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啊 打仗之前的情况 一只狐言语 郑伯约 一只狐呢 是郑国的大夫啊 给告诉这个郑文公 说什么呢 国为以国家很危险了 若是诸之五见 秦军施必退 如果你能够派朱之五啊 去见秦军 见秦木公 那么军队必然会撤队 公从之 那么这个郑文公呢 就听了这个大臣的话啊 去找了这个朱之五啊 词约 朱之五说什么呢 词推辞的意思 就是他不想去 推辞说什么 臣之状也 忧不如人 今老以 无能为也 这句话什么意思 臣之 臣之状也 就是我年富力强的事 我年轻的时候 尚且不如他人 忧不如人 尚且不如他人 现在年老了 没有能力办这样的事情了 其实这句话呢 是诸之五 对这个郑文公的一种埋怨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你都不重用我啊 我老了 你还用我干什么 公约 郑文公说什么 我不能早用子 今急而求子 是寡人之过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是道歉啊 我没有及早的重用你 而如今的事情危急了 才来求你 这是我的过错 寡人是对自己的牵称 我的过错 这是我的过错 然正亡 子亦有不利焉 就是如果 然而如果郑国王 被灭亡掉了 灭亡了 子亦有不利焉 那你也不会 对你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吧 小之一礼 这个小之一礼 这个时候呢 最后许之 结果是许之 诸之五便答应了郑文公 去出访 这个 去见这个秦木公 好 我们接着看 下载的发展 夜坠而出 夜坠而出 和这个 夜坠而出 夜坠而出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 那个 他的郑国的 这个城墙 都被包围了 然后呢 城门不敢开 那么怎么 把他给 怎么把他给送出去呢 就是用那个绳子 绑住身体 然后从城墙上 给他放下来了 他是这样出门的 见秦波 也到了秦军的军营 然后见到了秦木公 对秦木公说什么呢 秦军为政 政继之亡以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见到了秦木公说 秦军两国的军队啊 来围 来围攻郑国啊 郑国早就知道 要灭亡了啊 早就知道 因为这两个国家 太强大了嘛 若王政而有益于军 敢 敢以凡知事 知事呢 是指手下的办事的人啊 手下 叫知事 如果啊 如果我们政国灭亡了 对你对你秦国有利 那我就不敢麻烦您的接见了 就是你直接把我灭了算了 越国以避远 君之其难也 越国是越过一个国家 以避远 避远是偏远的地方 越过一个国家 把偏远的地方做 做自己的边疆啊 做君之其难也 你要你知道 要管辖他是很困难的 就是你越过一个国家 还要管你自己远在那么远的地方的一个 一个边疆的地方啊 来管理政国 这是很难的事情 焉用王政以赔林 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又何必灭亡政国去扩大 邻邦靖国的土地呢 因为靖国呢 和这个政国离得更近啊 然后接着 邻之后 君之薄也 如果邻国的实力雄厚了 就等于您的力量被削弱了啊 您的力量没削弱 就是你这是 你如果攻打我们政国 就是帮着什么呀 帮着靖国强大 那么靖国强大了 对你的秦国就不利啊 若舍正以为东道主 行力之往来 攻其伐困 君亦无所害 若舍 舍呢 其实就是放过 如果宽恕了这个郑国啊 宽恕了郑国 假如把郑国留下 把他当作东道主 东道主是东方道路上的主人啊 那么秦国的使者来往经过 行力之往来 行力之往来 指的就是有人如果经过的话啊 就是使者啊 这里边指着使者 如果有使者 秦国的有使者来往 攻击他们所缺少的 这个念攻啊 攻击他们所缺少的物资 这样对你秦国怎么样 没有任何的害处 且军常为进军赐以许 许军交侠 昭记而息 设板焰 君之所知也 这里边是讲到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况且啊 您曾经对进军呢 有过恩惠 啊 那么本来呢 这个进军呢 答应过给你交侠这两块地方 可是他们昭记 早晨渡和啊 就就到了 回了国 晚上而息 晚上就在那里怎么样 住了城墙 这是你所知道的 就是当年 晋国说要给你两片地 这两片地呢 也没有给你啊 夫近何焰之有 那你看看 晋国哪里 他有满足的时候啊 就没有满足的时候 既东风正 又欲四旗西风 晋国既然灭了 郑国作为他东边的这个江界 又想扩展他的西边江江界 若不缺勤 这个缺啊 缺勤 江烟取之啊 江烟取之 因为秦国就在晋国的西边啊 他把东边的正国给占了 然后呢 到时候往西边要扩张土地的时候 他就要占你秦国的土地了啊 确勤已立尽 为君徒之 确勤 就是损害 损害秦国啊 损害秦国 然后呢 来这种损害秦国 而有利于晋国的事情啊 怎么能够处理呢 让他好好想想啊 为君徒之啊 为君徒之啊 将来好好想想 秦波 听了这一段话之后呢 秦波月 月呢 是很高兴的意思 听了以后很开心啊 听了以后很开心 便于正人蒙 蒙呢 就是定立蒙约啊 定立蒙约 使其子 其子啊 其子这个人 使其子 旁孙 这个念旁啊 旁孙 阳孙 树之 阳孙啊 树之啊 树之 那么 呃 就是定立蒙约之后 就派其子 旁孙 阳孙 驻扎在那里 然后自己就回去了 奈欢 就是撤军 走了 子范请积之 子范呢 是晋国的代 晋国的 这些伙人都是晋国的 晋国的大夫 晋国的大夫 就给晋文公说什么 追击秦军啊 你看他们秦军 我们的联盟跑掉了 应该追击他 公约文公 晋文公说什么 不可 为福人之力 而不及此 为 为福人之力 为是非的意思 这个夫呢 是相当于守福的这个福 非福人之力 而不及此 要不是秦木公的帮助 我就不会到这个位置上 因人之力而避之 避呢 是损害 或者是攻击的意思啊 攻击的意思 如果依靠了人家的力量 得到了好处 还去损害人家 避之 不仁 这是什么 不讲仁义 失其所语 不治 丢掉了自己的同盟国 这是什么呀 不明治的啊 这个字呢 相当于智力的字啊 是不明治的 以乱 一整 不 这个以乱一整呢 乱呢 是指什么意思呢 乱就是相互攻打的意思 那攻打 相互攻打 两个国家相互攻打 成为乱 整呢 是两个国家和睦为整 那么就把两个国的和睦相处 变为相互攻打 这不叫什么 不叫勇武 啊 不叫勇武 无体还野 我们还是回去吧 我们还是回去吧 义去之 这个时候呢 去之也离开了 禁军呢 怎么样 也撤军了 也撤军了 通过这一段 你可以看到 朱之武这种 过人的才华 和他的胆识 朱之武呢 在危急的关头 利用秦国和晋国之间的 这种深刻的矛盾 慷慨陈词 有形式 有分 有分析 然后又引用了一些事实 有些事实 骨子里呢 是为了保全郑国 让郑国免于灾难 但是表面上却处处 为秦国着想 为秦国打算 最后这篇 经过这一段的说辞之后 终于说到了这种预期的效果 让秦穆公撤兵回国 秦穆公一撤兵 晋文公 接着也就撤兵了 所以朱之武 朱之武的一段话 避免了一场战争 好 今天的朱之武 退秦师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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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得更新的